今天我们宣布了Ada Lovelace 我们的第三世纪RTX NVIDIA工程师与TSMC专业业专业 为为GPU制作4N的工程 将GPU制作为GPU 将3D场景打造的伟妙为效 美国GPU大传回答年度盛会GTC2022 新一代RTX40系列新品曝光 舍弃三星8nm之城由台积电4nm打造 号称是地表最快游戏GPU 通过即时光线追踪 以及运用人工智慧产生像素的神经渲染 象征GPU效能进入全新世代 半导体厂商目前看起来 对于这种所谓的新的晶片的开发的力道 跟它的一个对于未来的一个布局 看起来并没有因为景气的关系 而出现所谓的转弱 也代表说最少我们对台积电 未来这两年它的资本支出的一个动作 应该是不至于放缓 不光辉达强化跟台积电合作 DGTES报道超伟董事长及执行长苏兹锋 10月份将率领部会主管 亲自来台拜会供应链厂商 除了风色大厂月光 ABF三雄新兴景硕南店 还有品牌厂华硕鸡 更将直接找上台积电 商讨未来制程跟产能规划 以及2024年后三奈米两奈米合作细节 专家分析 苹果英特尔都加大跟台积电合作力道 超伟势必要先行卡位 巩固产能 先进封装 三奈米两奈米如何合作就是重点 已将带动台积电 未来一到两年营运展望 金塔电视求后面省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